至于说欧文呢 他被罚这个事对不对呢 这当然是对的了 要不怎么说 有时候我特别强调什么呢 关于凯文多兰他的行为 你必须得啊 两方面看待 求赏归求赏 场下归场下 你不能因为 就是对于一名球员 他场上表现的 我就发生了一心感觉 欣赏这样一种囚犯特点 欣赏六二担倒 因此你就认可他的种种行径 甚至呢 你因此产生了 对于凯瑞欧文相关的理解 对于蓝网队 目前更一式环境 他是不是正向 这个事 你都出现了一种 是非颠倒的错误判断了 这个呢影响就大了 要不人说 有时候得确实考虑到 就是一名球员 他本身的所作所为 带给的 很多球迷 他这样一种 价值观方面的导向 就凯瑞欧文这个行为啊 当地纽约市政府 给他出于罚款 这是何令当的 当地政府就是 能因你而轻易改动啊 政府现在是不是 没改动这个条例呢 你貌然没违反 当然得罚你了 至于说很多球迷讲的 那这个欧文 他能坐在这个场面 看比赛 为什么不能上场打球啊 很多时候就这样 经营企业嘛 他对他里边的这个员工 管理肯定是阳可的 因为你属于是服务岗位 你各个领域不都这样吗 服务岗位 会有比较阳可的 这样一种要求 包括你有没有什么传染病啊 健康证明啊 相关的从业执照啊 这玩意里都得应用具权 要不然的话 你干不了这个金融性产业 对不对 你是金融性产业当中的 第一部分 你在上场打球 你当然得符合当地的这个 疫情管控条例了 至于说这个啊 其他州的运动员 来着打比赛 他们不用整 这没有办法 美国特殊的政治结构 对不对 这属于是联邦制国家 但是你是不是得扭一大球啊 你就得听从当地的法令政策 这有啥呢 而且其他那些人 普通人 人家都一视同人 就你搞特殊 你多啥呢 是我这样 凯如文呢 不能搞这种特殊话 其他那些人一视同人 而且再有一点 他本身宣扬这个事 目前要不准说挺可怕的 欧文宣扬的是不打一鸣 他宣扬的是一种非科学的 一种自我主张 说白了就这么 现在居然说有一帮人 替欧文鼓语呼 这事要不准说挺危险的 这都属于是什么 这个舆论引导了 这是非常坏的舆论引导 欧文这个事 所以还有很多兄弟 替这个狼尔被交取 罚款不正确 罚你就对了 是不这样 你这个作为一个经营性场所当中的实体员工 你不打一鸣你等啥呢 不开除你就不错了 之前那会儿啊 当地政令就是这样 你得遵从当地的法度嘛 是不是呢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